特别多 老苏 怎么了 我老婆生孩子 我在医院呢 有事啊 你赶紧回去弄吧 我别了 回去万一你生了怎么办 也不用两人都耗 但是妈不是在这儿吗 一有事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这还一时半会儿生不了呢 就十分钟的事去吧 那我回去了 你有事随着我打电话 好 我真走了 一幕 深呼吸 别紧张 紧张 走 对对对 老婆 你们也怎么样 有事随时跟我说啊 我好让人忘了 最后大家采用切割机 来将我刀切开 地方的消防员也不断地往里面浇水 很淡的 我没有 我没用 我 带着 我 你 还爱我吗 替 夜空的热 对不起啊 咦 你怎么回事啊你 对不起啊 车上太多了 肉能吃饭点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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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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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不在 我呀给送到病房去了 趁老公也太不找掉了 老公刚生完肩也就不见了 这屋里的空气 这什么味儿啊倒是 你们先出去 没事没事没事 咱们出去 先出去先出去 自己出去先出去 你们这孩子 这么挨干净 这些可遭罪了 他那个 我又拉裤兜子了 谁没拉我呀 我又不嫌弃你 出去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生的时候干嘛去了 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是吗 你连来都不来面都不露 你为什么呀 你当我面就看有个笑 你身上哪有没见过 来来来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我能 我看了一下冬季 开盘 您是要拿回去自己处理对吧 我自己拿回去 亲姐没看见吗 我能让她们看见吗 就是 她们要知道她那外孙女儿这什么 被她叔叔给吃了 她们不得把我给吃了 她们不得把我给吃了 我孙女儿长得像谁呀 像我吗 像我吗 我闺女儿长得像我吗 你孙女儿长得多不可以像她 我 你闺女儿像你 孙女儿也像你 瞧你说的 一诺 真不错 辛苦了 立功了 我养两个孩子 我有经验 你不就养了一个吗 这萧璐萧续 都是我自己给带大的 萧璐 萧奶奶 萧奶奶 萧奶奶真是 萧奶奶 萧奶奶大珠宝 萧奶奶大珠宝 萧萧菜 长大了 干珠宝 supernatural 呃哪有 Olga 客户 你跟你说一下 你跟她谩 我想师父 那ера 过来 越岑再好 她不如自己的人上心 ersten 和她现在越岑 动不动就上万 我这跟萧璐说多少回 你不如你给我 哪怕你少给一点 是不是我照顾依诺跟和和 有什么不行的呀 萧璐没跟你说吗 萧璐跟萧续打小 你们俩打小是不是我一个人 一手给带大的 你问他 人家月嫂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科学育儿 咱就尊重他们吧 那你也不能什么都指望月嫂 还得靠你们自己上心 她月嫂她再好 她是外人 我都不知道我今天上一天网 看人不少人家 请了一个嫂都不靠呢 姐 姐 靳姐 你去哪儿了呀 你出去你得跟我说一声呢呀 我有事找你怎么办呀 我昨天晚上 我真的是定了闹铃 但是 我就睡得太熟了 我就没醒过来 姐 就 就会有点这样子 没事一会儿 对不起 没事 刚出生的小孩都这样 我都看过几十个孩子了 你头盔当妈紧张点肯定正常 不 看着孩子吗 看书呢 孩子睡了 睡了你月子里总有点别的活干嘛 好 那一会儿你就 把你的被子和枕头拿到主卧来吧 靳姐 你来一下 你看她这个脸是不是太黄了 这跟昨天都不一样的颜色了 没事 不用吧 用 那月子里的小孩两到三个小时 饮一次奶 她这样记得全记错了 她记错了 我这怎么还盼着孩子行不行啊这样 她想减少企业次数 她就想多睡一会儿 我刚闻了闻的奶瓶里边加奶粉了 明显加奶粉了 我一下就闻出来了 她还给她偷偷加奶粉 那我能愿意吗 气死了 真是房不胜 你昨天洗奶瓶了吧 睡给和和和加奶粉了吗 我昨天是充奶粉了 但是我就是为了让和和睡得安稳些 你是不是早就惦记着给和和加奶粉了 你晚上一个劲动员我 让我少喂几次生 你这样让她睡整觉你好休息呗 你就是这个意思吗 她上次她还问我是不是给和和 喂奶粉了 我 我就是让和和闻着那奶粉味睡觉 她整睡得踏实 肖露肖续小都用过的 你别看这颜色 晒过 亮过 烫过 小孩啊 穿百加衣 吃百加饭 好养啊 但是专家都说了 拥有儿时期对将来性格形成特别重要 和个女孩我怎么可能让穿这个 肯定不能穿 不是 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没敲门吗 我下回注意 熬了一口的猪手汤 你多少你尝尝喝的 这这么油那么大的对某种很好 猪手汤呢 那下来最好的汤汤 我吃不下 妈今天绝对是抽烟 育儿的事可以商量 抽烟的事绝对不能纵容 我实在忍不住我上外边抽 抽完我再进来呗 老婆 问了 妈说没抽 她绝对抽烟了 现在已经不是抽烟了 现在就是撒谎了 我抽的时候 我还真都特意把和鹤推到一边去 那个风就把烟都推到别的地方去 那从小跟着她学 那就耳朵不染学会了 行了 那你说我那有什么办法 那和鹤以后也这样呗 和鹤怎么能会成这样呢 因为她带和鹤和鹤跟她学 她带和鹤呀 这肖露的衣服怎么跟和鹤放一起呢 不都说了得分开吗 你看这袜子 这不能放一块儿啊 就我养的俩儿子 我跟你说 打小的衣服一家人 衣服一大盆 一块肥皂 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什么毛病都没有 马鹤这不是有湿疹吗 那你这么老混着起来湿疹 什么时候能好 是不是 撑